第14題他說乘上體加一兩物體推開後的動能比為多少 那我們在剛才的第13題當中我們算出來 他的加速度比是3比2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算出的是速度 因為我們要計算的是動能 動能是k等於1 2分之1mv 2分之1mv平方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的速度 因為我們只要算比例 所以我們並不需要算出真正的速度的大小 我們只要知道比值就可以了 我們知道A就等於ΔTΔV 那麼我們推開的時候大家是經過一樣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知道我們的加速度比就是會是我們的速度比 所以我們加速度比叫做3比2 所以我們的速度比也是3比2 那帶入我們的公式1 2分之1mv平方 那麼甲就是1 2分之1 那我們的質量是4公斤 我們的速度就要3比3的平方 那麼就會變成2乘以9叫做18 那麼以呢就1 2分之1mv平方 只要是6速度2的平方 所以就是3乘以4叫做12 所以18比上12 然後除以一個3就會變成6比上4 再除以一個2就會變成3比上2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我們的動能比呢 我們一樣選的是C3比2 第14題問2加22物體推到動能比 我們答案選C3比2 2 3 2 3